一大早中原理活动中心就聚集了许多的长辈 为落实预防保健的观念 朝豚佑明医院走入社区 提供引发长辈免费检查骨质密度及及小症 现场也规划有健康营养饮食宣导等卫教知识 骨质疏松就会让它的骨头的强度变得比较脆弱容易受伤 很常导致脊椎的一些损伤或者说髋关节的一些受伤 从源头开始做改善 如果我们可以让长者的骨头变得比较强壮 让他的肌肉力量可以比较稳健 走路不会跌倒 那骨头比较强壮 那其实就可以减少骨折的发生 改善文法族的这些生活的品质 希望来做一些推广 让大家更了解骨质疏松这个重要性 医生表示 跌倒是很多长辈因为肌肉无力或是骨密度下降 而导致的 骨本如果充足加上肌力锻炼好 长者发生意外几率就会降低 期盼透过骨密塞减 让长辈们了解资深骨质情况 减少骨折所带来的风险 他就跟我们说骨骨疏松 做如何 运动 怎么做 怎么吃东西 现议员蔡明轩感谢又名医院用最高品质医疗水准 给予长者究竟受到最好的照顾 期盼透过活动的办理达到早期预防十分健康的目标 我们都知道长辈他年纪大了多多少少都有骨质疏松的一个状况 也藉由筛检也可以一方面就是提早预防我们长者以后跌倒 可能容易造成骨折的一个现象来发生 也就近到我们社区来直接替他们做一个筛检 他如果有状况的话 我们就可以随时赶快到医院来做一个补充 或是一个预防的一个动作 长辈们做完检查后 骨科医师也马上为长辈们讲解检查的结果 及预防保健的相关知识 长者们都很肯定指向活动 深入社区提供更便利的健康服务 透过筛检更能够预约健康让他们安心 记者洪一伦 曹敦正采访报道